哈喽大家好,我是小蕃茄 是要粉丝提问 为什么光子不推出船上作战地图? 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? 毕竟在不少射精类游戏中 都会有船上作战的地图 那为什么吃惊你没有呢? 背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先测试一下大家的手术吧 321 你双击了没有 关注了没有 1 船太小了 其实光子推出超大的船 也无法容纳足够多的玩家跳伞 如果大家开局全部跳甲板 那几乎没有平衡可言 周围全是人 即使是大神也会落地成河 玩家体验并不好 2 太难设计 如果要推出船上作战地图 那海水和船的波动太难模拟 如果完全不动的话 那和在陆地上毫无区别 推出船上地图就没有意义了 即使以后推出了 肯定也是斯威斯的传击模式 与普通传击没什么两样 更何况想推出船上地图 游戏平衡太难做 搜尘机制也要换概念 光是有热功夫 都可以设计大量的衣服了 因此推出船上作战地图不太可能 小伙伴们 你希望光是推出船上作战地图吗 欢迎关注收藏分享哦 我们下期见